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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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高价贩卖的除了新建的幽灵户口 甚至还有没有注销的真实户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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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是12306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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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党业故障 黄油抢票等问题 面对人数再创新高的2014春运 新成立的铁路总公司表示 一票难求问题会逐步得到缓解 但没有明确时间表 对于这个表态新华网评论称 给出解决春运一票难求的时间表 既超出铁路部门能力 也不一定是民众真正的预期 人们真正期待的是逐步透明的票务机制 和越来越人性化的购票体验 铁路总公司正起分开以后也有很多变化 比如说他12306 比如说他电话订票 比如说这今年的 特别是今年的 农民工可以提前买票 提前五天买票 开了很多林克的车 所以他就更注重一些服务了 根据网站后台数据 今年的售票高峰日那天 12306网页点击量高达144亿次 平均每秒的点击量超过24万次 当天全国售出了871万张火车票 其中网购占了57.5% 更便捷更公开的网络平台 不但占据了预售日期的优势 也让熟练运用互联网的人群 拥有了更低成本 更快速度得到车票的能力 票给我订跑了 那我什么时候去拿呢 你不懂的可以详细的问一下 他告诉你 如果在那里买票的时候 哪里有时间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他也没时间跟你说呀 有什么样的票 我们就跟他介绍 尽量帮他选择一些时间 比较合适的 就是对利于他出行的 车票是多少钱 我们就收多少 然后我们这个活动是志愿的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手续费 当电脑前的人们收拾起行李 准备奔赴车站时 很多农民工 却被这道鸿沟拦在了外面 他们没有电脑 更不会使用网银 也承担不起 动车或高铁的高昂成本 如何解决这个群体的回家问题 成为考验春运的重要指标 去年铁刀布的牌子摘了 变成了铁路总公司与铁路局 从某种角度说 这个共和国长期正企不分的铁老大 已经分拆成小政府和大企业的结合 而今年的春运 更是被称为铁老大正企分开之后的 第一个春运 这考试也因此与往日有了一些分别 其实从硬件上的角度说 目前中国铁路营运里程 已经超过十万公里 绝对的世界超级铁路大国 硬件的发展 让应对春运的底气有所增长 而互联网购票等新手段也快速发展 但毕竟依然处在转轨期 看着陆续有大学生做志愿者 去帮农民工网络买票就知道 让习惯了窗口购票的农民工兄弟 走进互联网时代 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立即做好的事 除此之外 还有怎样的路 还有怎样的回家方式呢 为了买到一家三口过年回老家的货车票 这几天李志彪总网售票点跑 原定这个月23号赶回江西九江的老家过个小年 可现在连春节能不能回去 都是未知数 我是09年了 那时候就买了这辆货车 完了就自己自己开始干 刚开始就是卖菜吧 一般每年都回去 就有一年 没回去 家里是说 他说你不回来怎么行 家里有孩子 就是说两人老人带小孩子 再见老家也确实不容易 42岁的李志彪离家在外打工多年 为了春节回家与家人团聚 他有过通宵排队买票的经历 也曾买战票回家 但他没想到 今年火车票格外难买 他这期间大概好像也就是20天吧 那正儿正忙 叫我们家孩子去买的 他去问没有 就回来了 听他们说 就是说网上 购票都抢光了吧 今年春运 互联网技术的引入 让购买火车票更为便捷 网络购票 移动支付 专业抢票软件 当一票难求的车票 进入网络抢票时代 仍然以传统窗口排队 购票为主的农民工 面临比以往更严峻的购票情势 因为感觉那样 买得放心一点 再说网上买也不会 不大会 他们没有电脑 他们也不会网上去抢票 所以说他们买火车票 是非常艰辛的 然后我们就决定下来 今年我们春节回家顺风车 重点就是帮助这些 比如说儿童的父母 就在上周四春运大幕开启首日 2014春节回家顺风车公益活动 在北京正式启动 这个由多位知名主持人 公益人士等 共同发起的活动 今年联手腾讯等技术平台 希望能助力十万人回家 我们的这个农民工朋友 准备了像短信 这样的非常简单一行的 这种方式 就是非常的简单 你只需要发送数字66 到1066958800就可以了 我那天拿着报纸 我就无意间看见了 这上面有顺风车 完了回来就惨了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李志彪发了一个短信 没想到顺风车平台 很快为他找到了匹配的车主 他们都是准备25号从北京出发 回江西九江 李志彪和车主取得了联系 完了他说你们几个人呢 我说我们三个人是一家的 他说他就说 我们这边只有一个座位 回家心切的李志彪 希望再次落空 事实上 2014年春运拥有了运力之最 目前我国铁路营业里程 已经超过十万公里 过去一年新建高速公路 8260公里 国内航空新开支线航线252条 交通设施的发展 为大多数人春运出行 提供了更多选择 因为像我们这些时候 入人程还是比较适合做火车 做别的 他费用高 完了关键你真的不多 你花了多 回家就没多少了 是吧 2014年为了解决春运回家难 开始有更多社会力量介入 全国各地都有不同形式的顺风车活动 拼车回家似乎开始成为春节回家的第四种方式 截至目前仅2014春节回家顺风车活动 一位7000多人找到回家的顺风车 而据百度贴吧拼车群组统计显示 今年拼车回家人群主要集中在24至29岁这一年龄段 占全部的57% 拼车用户更偏向于年轻白领 从铁道部变成铁路局加大的铁路总公司 从外表看正起分开了 但是真的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 刚下海的铁路总公司估计还有不少要学的 然而口气上却有了点让人赞叹的松动 过去每到春运都常听到哪年哪年 我们一定把这个一票难求的事给解决 可是年年盼望年年失望 后来人们就习惯把这话当做笑话来听了 但是今年在硬件快速提升的前提下 铁路总公司反而表态解决一票难求没有时间表 这看似不够豪迈 甚至是退步的话却反而让人们表扬 认为是务实了 但是务实可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通过务实更快的让普通人受益才是关键 在本周出自广州铁路运输法院的一份案件受理书引人关注 虽然起诉理由注明是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但很多媒体的报道标题 却已经把战票半价这样的概念抛了出来 当归相信切的人们不计代价挤上春运回家的火车时 是站着坐着还是躺着 似乎已经不再重要 尽管最近两年网络上有过类似的抱怨 但像雷闯这样较真并付诸行动的并没有先例 这个火车票的单票与桌票价格相同 假如不同服务 那样的一个事实 任何一个常人看上去 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也是违反这个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的 不仅仅是关于三十块钱四十块钱的事情 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关于我们这个公民的群影 怎么说他回家过年嘛 总那么高兴就没那么辛苦了 会马上到家了明天 显然在春运一票难求的大前提下 能买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已经足够幸运 绝大多数乘客恐怕无意考虑铁路票价是否合理 也不会去深思铁路市场化跟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 大家所能感受到的只是最简单的春节回家难 如果是一个高度垄断的这样一个铁路总公司的话 它可能这个运输效率特别提高 它因为只有一个市场主体 所以很难适应市场的变化 而且民营资本也不可能进来 所以我说一直说 应该是形成一种竞争的一种市场结构 就拆分成三个大的区域公司 如果翻开春运六十年的历史 铁路最初面对的仅是探亲学生 军人和企业职工就已经需要动用棚车运载旅客 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 当产业结构不均衡带来的农民工返乡潮 已经成为春运的代名词时 当铁路客流量已经从最初的七十三万人次 到突破二点三亿人次 并且还在以每年近两千万的速度递增时 不断进行自身调整的铁路部门 显然无力弥补需求和运力之间的天量缺口 这个春运的问题反映的是资源配置的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国家在城镇化的问题上 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上 这样一个非常大的战略问题上出现问题了 包括户口的制度 另外在铁路发展的战略上出现问题了 不同领域内专家的观点 似乎也在印证赵坚教授的观点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授张孝德认为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产业 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 是导致人口大量长途迁徙的因素之一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魏刚 则直言户籍阻碍人口的有序流动 而春运期间诸多技术细节的改变 争越来越不利于那些社会底层的农民工 而这些农民工没有变成市民 不能够在大城市 特大城市 或者说大城市群安家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铁路发展的不是说多做一些普通铁路 而是做了很多高铁 因为高铁你就做一条高铁的话 至少可以做两条普通铁路 而且普通铁路的运量更大 在赵坚教授看来 数目已经超过两亿的人口流动 原本就不是依靠铁路可以解决的问题 而近十年来铁路发展侧重于高铁建设的规划 有没有把春运这个难题纳入考量范围 也值得商榷 片面追求一个高速度 那这样就没有解决好我们铁路一票难求的问题 也没有解决了物流成本高的问题 那高铁和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和既有限它是不兼容的 成本非常高 票价也非常高 那它的运输能力不如普通铁路高 所以老百姓承受不起 每到春运时 铁路部门竭尽所能 收获的结果总与公众期望存在落差 12306网站和电话订票开通 农民工可以提前五天买票 增开领克提高运力 铁路部门逐年提高的服务意识 以及向低收入人群政策倾斜的公益理念 不该被抹杀 但和谐问题究竟是什么 又该怎样解决 春运中的我们在路上 铁路改革同样如此 一个是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你让铁路总公司真正变成一个企业 如果是一种应该承担的一种 所谓社会责任的 具有公益性的 那你政府要补贴 第二个要做的就是说 进行这种打破垄断 引入竞争的这样一种改革 进行这种铁路企业的重组 这样才能够打开民营资本进入铁路的一些障碍 改革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这个说起来容易 但是做起来不容易 很难的 涉及着各个方面 国家你要掏钱 要承担责任的 看着春运永远在增加的人潮 有一个对比的数字很有意思 刚进入80年代 春运的旅客人数是1.21亿人次 而30年后的今年 这个数字变成了36.2亿 将近30倍的人次增长 放在全世界 这都是个惊人的现象 一方面说明中国内部早已经打破封闭 人们行走生活的半径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 也说明春运面临着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面临的挑战 短期看 未来几年 这个数字依然会是年年在增长 这考试还会年年出题 年年增加难度的往下考 面对它没其他方法 只有好好复习 提高自身能力 但愿考分越来越高 我们必须知道的 通下决心 其实特别改变 现状的时候 从今天开始 我担任中国足协主席 就知道这很难 真的也许是走上了一条不归用 周二 在推迟了足足七年的第十届中国足协会员大会上 新任足协主席蔡振华的一番表态 颇有些壮实断腕破釜沉舟的味道 目睹男足第三次无缘世界杯 曾经的铿锵玫瑰也日以凋零 而近临日寒 却早已实现足球腾飞 蔡振华感叹 在内耗中重回原点的中国足球 已再也经不起折腾 未来没有捷径可走 足球市场化 后备人才校园化 足协管理专业化 毫无疑问 对于这位曾在乒乓球赛场上 尽显荣耀的金牌教头来说 眼前这条不归之路 的确艰难而曲折 而在万千球迷眼中 除了亮相一刻的动人之语 更期待他能用清醒而务实的行动 让国人早日看到 中国足球行进的方向和步伐 离奇的立功 神秘的减刑 本周张海 这个曾经的气功大师 建立堡董事长 再一次用令人迷惑的方式 进入公众的视野 七年前 他因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侵占 和挪用公司资金 一审被判十五年 但在二审判决时 他因提供所谓重要线索 构成立功 被改判十年 而在随后的刑期中 他还能接着履历起功 连货减刑 最终短短六年之后 张海被释放回家 如今真相终于复出 广东省高院通报 张海在监狱服刑期间的立功 重大立功表现均属虚假 还有消息称 张海减刑一事可能牵涉公安 法院系统多达四十余人 从看守所到监狱 从公安到法院 张海的神奇究竟如何蔓延其中 面对真相 谁该蒙羞 谁又应该担责 如今张海虽已被证实逃往静脉 但追问却不能止步 周围的答案是 12.0省略号 他用一分多钟的时间 破解了十六位数字 开十四次方的难题 他也因为一个最强大脑的光环 备受质疑 在过去的一周周围 这个被诊断为中度智力低下的22岁农村小伙子 成了聚光灯下的焦点 有人因为他的惊人表现大声叫好 甚至感动落泪 也有人怀疑称 这根本不足为道 靠的不过是反复练习死记应该 然而 在纷争之外 这个意外走进公众视野的中国语人 或许也在提醒我们 对于周围们 社会是否曾经忽视了太多 他们看似平反卑微 遭受冷落 但他们同样蕴含着惊人的禀赋 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尊重与关注 他曾为无数被拐儿童四处奔波 让一个个濒临毁灭的家庭破镜重圆 然而本周年仅49岁的他 倒在打拐路上长眠不起 六年前 看不得骨肉分离的南昌汉子魏济东 放弃生意 成为一名全职打拐志愿者 漫长的打拐路上 身患多种疾病的他 尝尽苦辣酸甜 一次次倾覆现场寻找线索 一次次与买赌斗争周旋 在魏济东的协助下 六十多个被拐孩子被成功解救 周三 人们从各地赶到南昌为他送行 与此同时 上万名志愿者 仍行走在打拐路上 他们和老魏一样 都有一个天下无拐的梦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 有的路好走 有的路难走 有的路前途未卜 当然 有的路可以自我选择 有的则是硬着头皮也要去走 蔡正华走上足鞋主席这条路 小球能不能转动大球 这条路肯定不好走 但他自己说 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放下不可能 已经别无选择 义无反顾的走下去 这意味着不回头 不仅他 希望他将来的继任者 也能如此坚决的不回头 向前走 因为中国足球没有十年 二十年沿着正确方向的长跑 根本没戏 而同样 曾经与足球有关的张海 为何能从被判刑后又减刑 而这减刑又似乎有问题 然后让他有了一条逃跑的道路 这时我们该如何追责 好了 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 选出的本周人物 他是一名医生 然而他用举报的方式 也让自己走上了一条狭窄的不归路 本周五 当记者来到四川省绵阳市人民医院 三楼胸外科门口的走廊时 见到蓝月峰和往常一样穿着白大褂 抱着一本书坐在长椅上 这位被称为走廊医生的蓝月峰 已经在这里坐了681天 走廊医生蓝月峰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 本周绵阳市人民医院院长王燕明 因涉嫌为继 开始接受组织调查 绵阳市福城区纪委领导牵头的联合调查组 也已进驻该医院 似乎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依然在走廊里坐着的蓝月峰 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境遇开始改善 反而越来越艰难了 医院里其实跟他我觉得是越来越远的 要从心理上是越来越远 很常人总是越来越多的 蓝月峰现在其实他已经建立了一个符号 反正过程医疗的符号 他这样站起来的话 肯定会准备到就是在 现在这个医疗体制下的 大多数人的这种利益的 今年51岁的蓝月峰毕业于川北医学院 1993年作为人才引进到绵阳市人民医院 曾经是绵阳人民医院超声科主任 不论在医生眼中还是患者们的口碑中 他都是公认的最优秀的超声科医生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医生 如今却只能整日闲坐在走廊 一个医院老员工对蓝月峰今天的下场不奇怪 因为他阻挡了很多人的财路 作为绵阳市人民医院超声科的专家 蓝月峰经常要参与许多重症患者的会诊 蓝月峰告诉记者 经常会有人因为一些小毛病到医院 医生会先把人收住院 凭空说他患有很严重的疾病 然后让超声科做相应的检查 并配合出具显示患有重病的检查结果 蓝月峰说 从上世纪90年代医疗体制改革开始 虽然自己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但自己的良知却备受煎熬 为此他也曾做过一些反抗 但是却得罪了其他科室的同事 因为这关系到大家的收入 也关系到医院的发展 面对全体同事的经济利益 蓝月峰只能继续保持沉默 我突破了很多我的道德底下 我都做了 但是做了以后我要去找我的院长 能不能下部委员 就问我吃啥 你吃啥 2009年5月 蓝月峰参与了一位53岁住院病人的会诊 正是这次会诊 让他和医院彻底决裂 医院的临床医生已经给一位下肢不舒服的病人 开好了手术单 下肢血管手术 及安装心脏起波器 蓝月峰认为过分了 几经犹豫之后决定将真实的检查结果交给临床科室 最后这位患者没有做手术 几小时候就出院了 蓝月峰却被叫到了院长办公室 说我要把医院整垮 就这个患者没做手术叫整垮医院吗 除了抵制医院的过度医疗 眼里容不得沙子的蓝月峰 又发现医院的彩抄购置中存在腐败 并向有关部门举报 这令他和院方的矛盾骤然升级 达到了白热化 他被免去主任职务 医院更写出蓝月峰砸医院的牌子 医院就应砸他的饭碗 蓝月峰在医院被几次免职复职后 最终被赶出了办公室 蓝月峰说 2012年3月15号 院方把他的办公室换了锁 从此他再未踏进过一步 成为一名走廊医生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矿工 不让医院找到开除自己的理由 蓝月峰每天坚持在走廊上班 渐渐的蓝月峰的名字在同事们嘴里 变成了蓝疯子 医院为了证明他的不正常 还找出他曾经在病人的化验单上写 请呼吁绵阳市人民医院是全国最差医院 无法无天 写了绵阳市人民医院是全国最差医院 我并不是想和他们战斗 是想他们能改 在蓝月峰坐在走廊上上班的600多天里 这些昔日的同事 每天无数次的在他眼前来回走过去 几乎没有人和他进行任何交流 甚至连眼神的交流都没有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 蓝月峰甚至两次到精神病医院进行检查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说我是峰子 我最绝对还是要证实一下 就在蓝月峰和绵阳市人民医院的斗争中 同在一所医院的丈夫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甚至患上了抑郁症 蓝月峰最终选择和结婚24年的丈夫离婚 受不了 任何人都受不了 这很短的时间 婚姻没了 家庭幸福没了 工作没了 原本生活能力很差的蓝月峰极其依赖丈夫 如今又变回了独立生活 再加上代岗后只剩下一千多元的基本工资 扣除房子的贷款后所剩无几 他的生活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 我知道我哪一天很可能 很可能是一个悲惨的结局 但是还是没想到今天这个结局 今天的结局还是操作我的想象 比想象的还糟糕 在医院走廊坐了五百多天后 媒体的关注让走廊医生蓝月峰看到了希望 本周新任的院长就向他表示 只要离开走廊哪个科室都可以去 然而蓝月峰没有答应 他说他要医院还他的一个清白 他要让医院承认他反应的这些问题都是属实的 然后医院要注视他反应的这些问题 他要这些医院同意以后 他才会离开走廊 我觉得我不依赖 是环境把我造成了这个依赖 我很感激就是所有的媒体 没把我当疯似 还就是几百万的那些观众 没有把我当成疯似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 对于走廊医生蓝月峰来说 可能正是如此 如果他是一个眼里能柔沙子 性格柔和圆润的人 也许他可以继续在自己主任医生的位置上 一直干到退休 但是他不是这样的性格 人际交往也许有他的问题 但更重要的是他举报的问题呢 如果这个社会人人成熟的难得糊涂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我们的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呢 这周一过 下周咱们就过年了 在这里新闻周刊也要提前给您拜年 祝您在新的一年里 马上运动 马上健康 马上快乐 马上幸福 我觉得春运最核心 其实是那一张张回家的面孔 马上就回家了 我叫张好虎 我是河南开封的农民工 我今年已经是有两年没有回家了 现在准备回家过年 现在还是挺激动的 每天看到回家的人 心里很难过 今年不知道能不能回到家 特别想我女儿 所以那今年在做这个春运的时候 我们就想 我们有什么样的好的方式 能让那个在赶路回家的人 或者是服务于这些赶路的人 能稍稍做一下停留 说一下他们甭管是在路上 或者是不能回家 对那种家的思念 对家的亲人的思念 大家好 我姓陈 我是来自江苏徐州 成家以后就在沈阳开始打拼 每年只能回家一次 去看望父母 然后那个父亲呢 也是前几年病逝了 就老母亲在家 然后那个老母亲到我这边来 也不太适应 所以 女孩说到 就是我爸爸 就是我妈妈也不愿意到这里来 跟我一块住 然后我就尽愧对他们的 我就能想到我自己啊 我的父母在重庆 我们真的就是一年才能见一次 我今天很想家 很想你们 有很多心理话 在你们 儿子长大了 心理问题可能都不想你了 今天归年 多数位都不想过 手上时间 没人家的电话 前段时间 有点小麻烦 今天很难受 我们现在中国人 有多少人 不是住在自己户口所在地 那有多少人是在外地求学 有多少人是一年到头在外面挣钱 爸爸的主家门上在里 爸爸的家门上在那里 爸爸的家门上在那里 你那样嘛 你那样爸爸在那里看那个 姑娘 我想在他的脸后面 有一百多个中国人 想说同样的话 只是没有机会 或者是没有勇气 所以下年来才有家门上到母亲 七十多人 其实我们更多的倡讨 我们并不是说 你都到这里来说 因为全国毕竟现在只有五个亭子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用这种方式 你看到了以后 看到我们在屏幕上的呈现 你想一想 其实有些话说出来 并不难 爸妈 儿子回来了 儿子回来看见了 给你带好吃的了 今年回去 陪你过年 陪老师过年 陪你好好待着 又是一年 儿子在外面挺好的 你不用担心 接着把儿子就回去 吃你们鲜少做的菜 陪你闹闹客说说话 儿子回来 到这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